中國電視池 今天要和各位談的是 最近在綜藝節目中 非常受歡迎的單元 他的單元名稱叫 龍乳大復活 究竟這是什麼樣的單元 他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馬上就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中國電視池 龍乳大復活 來 龍乳不見得大復活 大復活不見得靠龍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再次收看我們 今天的龍乳大復活 這個講起來 我們說到這個愛情之事啊 那真是波濤洶湧啊 是驚濤海浪 有很多青少年朋友呢 他們往往呢 在這個海事山盟之後啊 馬上就面臨到一些分手的 這些淨花水月 令人這個不勝唏嘘啊 所以呢今天在我們這個 大復活的這個單元當中呢 也要跟各位來介紹呢 一對今天要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來這個 再度呢 重新往日歡笑的一對男女主角 好 那麼這一對這愛情故事講起來 那可以說是令人感到這個 曲折離奇啊 其中的過程更是這個錯綜複雜 尤其他可以說這個根本就是 現代版的這個 金瓶梅的這個句型 是金瓶梅 不是金瓶梅 這個就是金瓶梅 這個差兩個字 有時候需要指什麼計較嗎 是不是這樣 那就是這個金瓶梅 金瓶梅現代版的這個愛情故事 我們馬上要邀請我們今天 這位女主角來到現場 同時她也是我們的委託人 這個委託人呢 也是一位美女的情況 對… 今天來的這位美女 好像每一集來都是美女 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就是向來以這個俊男美女主稱 是… 是… 馬上邀請到這位委託人 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首先歡迎鄭雁麗小姐 來 歡迎 來 今天這次鄭小姐請坐 歡迎 飛哥 小哥 大家好 你好 你好…來 請坐… 好 聽說我們這個鄭小姐 是一位香港僑生是吧 這個…是住香港哪裡呢 金瓶梅 金瓶梅 那… 是一跨就對了 這個… 今天節目裡面怎麼還有 Coin 我們又不是做二一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要尊重民意 對不對 是… 也許觀眾們又有些什麼 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沒關係 我向來都以這個反應快 機智反應應變能力建長 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樣的Coin 來 這個… 普里 普小姐 來 你請說 好 飛哥 你好 飛哥 我跟妳說 你們這個大復活的單元 我每一集都有看 謝謝…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每一次可以分手的男女主角 都是俊男美女 這樣有沒有很巧 這個… 飛哥 你不要誤會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懷疑你們 我絕對不會懷疑你們作假 我絕對相信你們一定是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是這樣子 這…奇怪了 她每次來報名參加 都是這個俊男美女 你也不能怪我們 對不對 她就這麼巧 人家講無巧不成熟 是…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 這個單元是一個禮拜才一次 對不對 所以有這麼多俊男美女來報名參加 至於我們什麼事都好懷疑的 是不是 謝謝… 補小姐 您對我這個單元 覺得還滿意嗎 不是啦 我是覺得… 覺得滿意就好 我們時間是相當寶貴 來 謝謝補小姐 謝謝… 再聯絡 這個…講起來我們呢 這個…還是要把我們的重心 放在今天大復活身上 是… 因為我們所謂有求必應 有人這個託付我們 我們就要幫人家 完成這樣的一個堅決之任務 是… 尤其今天這個委託人呢 是我們正宴李小姐 這一段愛情故事 想必對你來講是相當之… 是刻骨銘心 您是…認識她這個男朋友多久了 一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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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那這個…奇怪 這個一年多了 可見得在這個… 某些方面已經有了這個… 互相的這個認知啊 當然分手之後 對雙方所造成的傷害 乃是無可避免的 是… 是… 那… 請問你們當初是誰提議 要先分手的 欸… 這個很重要啊 是… 是… 是你 是… 兇手就是你是吧 是… 那… 既然已經提出分手了 那你為什麼又要說 再到單元當中來 要把這個… 找她回來 然後一起這個再符合呢 為什麼 你提出的 因為… 我想怪她 是我對不起她 喔… 是你錯怪她了 嗯… 這個鄭小姐講的呢 我們還不是很能夠深入了解 是 對不對 至於整個 他們這一段愛情的這個… 來龍去脈 我們呢 有一段影片 要給大家來看一下 來 所以現在就先看看 我們鄭小姐 跟她男朋友愛的故事 來 請看 來 那一年 鄭燕麗還只是一個 剛進大學的新鮮人 升大二的那年暑假 鄭燕麗和好友董月花透過報紙 打算來到一家知名的企業打工 今天的面試 就是他們洩購的開始 好了… 你們兩個趕快去辦這個事情 謝謝主任 謝謝主任 好… 兩位是… 謝謝… 可以… 靖姊在嗎 我就是趙主任 就是啊… 我就是… 你們兩位是來… 我們是來驗證工讀生的 喔… 歡迎…歡迎來… 請坐…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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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把我的電話弄得掉地上啊 不是…主任… 對不起… 你一來就把我東西弄成這樣子 沒有…我以為說你拿這個椅子 是要給我… 什麼我拿要給你… 我要請這位小姐做的 我又拿要給你… 那我跟妳講說對不起可不可以啊 你講對不起有什麼用嗎 你講對不起沒有用了嘛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好… 你把它整理… 你把它整理一下 還沒什麼關係 好… 我…我去跟我們總經理講一整理 好… 你們等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總經理 總算怎麼出樣子好嗎 等於…你不要亂那麼動… 好不好 小莉沒有關係啊 這個這麼大的公司 我們沒有來過對不對嘛 那我們就是… 到處看一看 參觀一下什麼關係嘛 對不對 真的… 這麼好多書啊 小莉啊 會有動多書啊 對… 我跟妳講啊 這是我…我最喜歡看 他們公司怎麼那麼多書 你不要亂那麼動的東西 我們來這份公司… 明示的 我知道啦 可是我們還要對你一下嘛 對不對… 她有這麼多書 哪本書康有什麼關係啊 我跟妳講啊 雙萬天耶 這個書… 抗消息… 抗消息… 做什麼… 做什麼… 你看 你… 書庭怎麼搞下來了 你… 我跟妳…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把書庭弄到地上 你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不是主任… 我不是故意的 我剛才拿著書不小心 你…你什麼不是故意的 已經弄一地都是了 不是…那這樣… 我…我跟你說對不起嘛 你說對不起有什麼 我已經弄到倒地上了 不是…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 沒有…這麼粗重的事情 還是交給我們 來把它整理好了… 好了… 那我要不要幫忙整理啊 你趕快整理 你把書放回原處 放好啊 我跟妳講 主任我把他放回氣了 放回原味 你不是跟我講 你呀…我真是… 好事… 總經理 趕快整理一下…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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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亂動 你東西好不好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怎麼知道案有書 這真是… 把瓶子 什麼男人都掉了 小李 幹嘛 你看… 這是他們… 日夜方機場的傳賣人 那個照片 他很年輕 年輕有名 很漂亮 我們也長得很帥 不可惜 你看… 把它發成這樣 真是粉阿力 阿度自己把它發成這樣 讓大家看 用粉神氣沒關係 我們來… 你幹嘛 因為我來運作 我們給他們好運氣啊 做好事 真是粉阿力 你… 擦到有什麼關係啊 是個怎麼擦不掉的 來… 來… 你… 你…你又在幹什麼 小姐 你又在幹什麼 不是 我跟他主任 我現在是幫忙 你們這個創辦人 因為他臉上…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發的 我是幫忙把它擦掉 因為被人家發醬粉難看 粉… 總經理 好… 是… 誰把你臉上發醬 我不是擦一下 小姐 這幹什麼 對不起… 你們身上不能有胎記嗎 當然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烈荒集團的創辦人 這個照片並沒有惡作劇 這是我身上的胎記 臭丟掉 那當然這是我本人 謝謝我 當然是不是這兩位來應徵 來應徵 這兩位來應徵 我接幾通電話 不好意思 你好… 歡迎… 謝謝… 好… 那我再接個月陽電話 馬上出來 好… 謝謝… 謝謝… 好… 你在幹什麼小姐 請你不要再這樣亂動東西 好… 你的手很縮耶 一下又是電話 一下我輸困 你才弄總經理這樣很糟糕啊 我怎麼知道 我這是… 你不要再動東西了 好… 我現在很佩服你了 好… 我們呢… 趙主任… 好… 我跟妳講我什麼都沒做 我就站這樣 靠… 好吧… 沒有問題 我也不亂跑 也不亂動東西 那就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就是… 還會有什麼麻煩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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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好… 我也不亂跑 也不亂動東西 好 那就好 就這樣 就是非常好 照顧主任 這什麼回事 總經理 這什麼回事 總經理 總經理 這是意外 書櫃是意外 牆都是意外 我跟妳講 我的書櫃 都是意外 這個牆 它給它打通之風 這樣空氣比較流通 也許風水會比較好 夏天也會比較涼快一點 空氣比較好 為什麼我現在覺得 我的火勢還是很大 就不是故意 你剛剛說都是意外 意外 你不要怪他們 那我把你開除也是意外嗎 你從今天開始 明天就不要來上班了